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帮金明月派杀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廷瑶会死 你们两个人在我面前公然眉来眼去 暗度陈仓的时候 你们可曾想过我 你爹 虽然是为我们方家储备军火 但实际上 就是为了方天忆的军队储备 那我怎么可能 让他落在方天忆的手里 扩大他的势力呢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在利用我 一开始 我确实是因为这个 但是 当我第一次遇见你 我就对你心动了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谁 而这么失控过 只有你 可你 太令我失望了 你今天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同我说这些 不 我是想要告诉你 你马上就能见到你 日思夜想的方天忆了 平遥 平遥 二叔 您回来了 平遥呢 二叔 二叔 你千里迢迢 去了趟戎城 炸了吴大帅的几艘军火船 又把吴大帅逼到死胡同 吓得他一动都不敢动 这一路周车老顿的 喝杯酒 放松放松 我问你 听咬呢 听咬现在已经名正言顺的 变成了我的女人 就不劳二叔多费心了 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我再问你一遍 斗廷遥呢 你信不信 我现在 就杀了你 你 你最好想清楚再开枪 否则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冬廷遥 当初为何会杀了父亲 你都知道了 方雨泽 你怎么下得了手 那可是你祖父 我怎么下得去手 你怎么不问问 他是如何对我的 那日我去书房找他 他拿着我走私军货 贩卖鸦片的证据 让我去警察署认罪 我苦苦哀求 都无济于事 所以 你就杀了他 你就杀了他 我犯的可是重罪 若是去警察署必死无疑 他都没有想过要放过我 我为什么要放过他 那董家的那几十口人哪 你为了你的一己私欲 把他们尽数杀光 我 亭阳是你的未婚妻 可你一直在利用她 我不过是挑唆了几句 济明月 就能派人去杀了董廷遥 也不过是制造了一点误会 即便是董廷遥对你动了心 他都能去杀了你 你帮金明月派杀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廷遥会死 我为什么要想他 等他为了你 心神不宁 郁郁寡欢 你们两个人在我面前 公然眉来眼去 按杜陈仓的时候 你们可曾想过我